人和人的日常相处,有时候就像是一种博弈,总是会有很多的计较和考量,哪些朋友值得深交,哪些人值得疏远,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账,只是很多话不会说尽,很多是看破不说破,这成了成年人社交中一种另类的体面,人也是敏感的,别人对我们的态度,就算不宣之于口,从他的日常行为中,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,如果有人这么对你,那么说明他想疏远你,你就不要再自讨没趣了, 看你身边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,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想要疏远一个人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视而不见,虽然你围绕在他身边,但是他却可以把你当作空气,在生活中也许不会做得这么明显,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抗拒你,还是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的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无论你说了什么,是否与他有关, 这些话好像都入不了他的耳,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表现,那么说明他其实对你并不重视,你说的话在他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,完全不用费心思去听去懂去理解,自然也就不会在他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。 还有一种,可能就是,即使他听明白了你的话,但是由于他想疏远你,并不想和你发生过多的联系,所以干脆装作毫不知情,希望以此刻意让你知难而退。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,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漠视和无理,他既没有尊重你,也没有重视你,这样的人也无需再花心思花精力和他相处,毕竟交往也是需要有平等作为基础的,一份不对等的感情,就算勉强维持下去也毫无意义,不再与你分享生活。 还有身边的一类朋友对你防备甚深,他和你聊天往往都只是最敷衍的客套,也许他的语气是热烈的,回复是迅速的,但是却是毫无内容的。 一个人无意与你分享他的生活,说明你在他的朋友中只不过是最外围的那一个,他并不想和你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和理解,也不想让你参与他的生活,走进他的生活圈。 你对他的意义来说,也许只是一个朋友圈的点赞之交,路上见面了打个招呼的熟悉的陌生人而已。 朋友间的交往不可能只是客套,总会有涉及到真实生活的一面,如果一个人关上了这扇门。 那么说明你已经被他拒之门外,只不过他没有用更加坚定的态度和直白的话语来向你表达,你应该可以看出他的抗拒与疏远, 这时候就不要再剃头挑子一头热,打扰别人的生活。 可能是时机不对,也可能是性格不合,但无论哪一种都说明了你们在此刻没有做朋友的缘分,那么退在彼此的舒适范围之外也很好。 也许到了合适的时机,你们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,如果没有这种可能,就好聚好散吧,没必要勉强了。 屡次拒绝你的邀约,成年人的社交中。 最大的谎言就是下次约,这个下次也许是星期八,也许是三十二号,总归是你看不见的那一天。 当一个人经常用这样的话语来搪塞你,或者直接拒绝了你的邀约,那么他对你的疏远和防备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。 一个人如果想送你,东南西北都顺路,同样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和你多亲近,那么他总会有时间。 没有人真的会忙到连一次邀约都没有时间去付,当你一次两次的邀约被拒绝时,你就应该能看出他拒绝背后的前台词,他并不是没有时间。 他只是没有分给你的时间而已。 如果他真的是很忙,没有时间付你的约,那么他也会在其他方面给出明示,比如说主动约你,或者是更换时间。 但是如果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,只是直白地拒绝了你的邀请,这其实就是明示,他与你的关系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近。 不再与你分享他的隐秘心事。 人们的习惯是,有心事会和亲近信任的人说,即便对方没能真正帮上忙,可只要自己心里有对方,就一定会时不时地吐露自己的心事,或是告诉对方自己的重大决定。 这样做的意思,是告诉对方,你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,我希望我的人生有你的参与和陪伴。 可是,感情最让人心寒的是,你以为的友善来往,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 对方可能因为误会和过节,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你,或是有了对他更重要的朋友或恋人,就自动地不再和你分享他的隐秘心事。 有些人会就此,在心里对你竖起高墙,任你主动热情,也无法翻阅过去。 他们就是坚守着对你的防备,把你画出自己的社交圈,对你疏远和介怀,让你彻底醒悟的是,对方的心事和决定,往往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 到了那个时候,你就会惊讶,对方刻意地疏远,就是要抗拒你的亲近,要避开你的打扰和纠缠。 这种人的想法,我们很难猜测,与其浪费精力纠结,不如放手来得痛快洒脱,总是不回你的信息。 起初他爱着你,在意你的时候,会时时刻刻留意你的动态和信息。 如果你主动发消息给他,他很快就会回复,哪怕没有秒回,事后也一定会告诉你原因,不会让你多想。 这种在乎,你是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的。 所以,你很有安全感,对他也很是信任。 但是后来,你发现这种安全感消失了,你对于他的信任也不复存在了,因为他再也不会如此细心,如此用心地对待你。 你发出去的消息,他很长时间都不会回,就算回了,也满是敷衍。 你问他干什么去了,为什么不回信息,他的态度会变得很差,要么说不用你管,要么说跟你无关,要么说随便你怎么想吧。 这样的态度,其实已经很明显了,他就是想疏远你,再刻意跟你保持距离。 发生过无法释怀的事情,一段友情的终结。 两个朋友的走散,可能是基于时间,也可能是因为两人之间发生过让彼此无法释怀的事情。 比如我的前半生中,唐经和罗子军是一对好闺蜜,两人相互扶持着从学生时代走到人道中年。 可这美好的一切,因为罗子军和唐经的男友贺涵相爱而告终。 在唐经看来,两个人的感情容不得第三个人进入,特别不能忍的是,那个第三个人还是自己的闺蜜。 即使罗子军自问自己和贺涵只是发乎情指乎理,但对唐经的伤害已经铸成,唐经无法原谅和面对罗子军。 也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心情去面对罗子军。 他选择放弃这段友情,即使在他心里,这份感情也弥足珍贵,可终究是不同了。 其实我很欣赏唐经的做法,也佩服他处理感情时的果断。 毕竟,如果不能与真挚的深情去面对彼此,那在相对谁维持着形式上的友好,又有什么意义呢? 所以,如果你和朋友之间遇到了无法释怀的事情,你也可以先权衡一下, 这件事是否会影响你对朋友的感情,是否会影响你对朋友的态度,是否会让你再也无法找回两人相处时的惬意。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选择放手,不纠结在这段感情中,或许是更好的选择。 与其相看两眼,让原本美好的友谊不断被磨损,不如保留曾经美好的回忆。 偶尔回想,也会觉得欲贴,不再在乎你的感受和心情。 以往两个人感情甚堵的时候,总有说不完的话,也总有做不完的事,这个星期刚分开,就想着下个星期去哪里,去做什么。 那时候,你们之间是有很多交集的,不仅会共同做很多事,共同吃很多饭,连朋友圈子也基本相同,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关系。 你们之间也几乎没有秘密,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种交集越来越少了,他不再主动约你,当你主动约他的时候,他会找很多借口拒绝,但这些借口并不用心,几乎每次都是在忙,没空。 其实他并非那么忙,只是让他忙的那个人,不再是你了而已。 有些男人下定决定跟某个人分手,嘴上说着在忙,实际上却在陪另一个女人。 一个人想靠近你,你会感受到他的用心和热情,一个人想疏远你,你会感受到他的忽视和冷漠,爱与不爱,在意与不在意。 其实都很明显,如果一个人有以上几种表现,就说明他想跟你保持距离,并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。 既然如此,就没必要苦苦纠缠了。 缘分来了就珍惜,缘分尽了就放弃,做一个拿得起且放得下的洒脱之人,才能更值得被人爱,才能活得更尽兴,更痛快。 他已经不在乎你的感受和心情了,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,这种刻意疏远已经太过明显, 没必要再次讨没趣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。